书馆开书咱们是说接上文 上文说啊 咱们把这个清缅战争的第一任云贵总督给说死了 这总督叫什么呀 叫刘枣 有人说啊 这刘枣死的冤 其实呢 不冤 说冤的好朋友啊 可能是没扭过这个劲来 一个自杀的人呢 有什么冤不冤的呢 并且啊 这乾隆皇帝对他怎么样呢 实际上对他不错 那这要是搁了当年西北前线犯了这么大的错啊 那可能连皇上赐死 让你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那直接就是押送回京 或是西式问斩 或是灵池万寡 看来这皇老爷子呀 他还是念及当年刘枣曾在上书房行走 这君臣二人呢 也有这个半师之仪 所以呀 才宽忍了刘枣 即便是处罚呢 也无非只给他降了半级 从这个湖光总督啊 降到了贵州巡抚 那只不过呀 是因为这个刘枣受不了这份打击 才拔刀自杀了 那既然死了嘛 死了死了 赶紧过去聊 咱们赶紧呢 往下接着聊其他的人物 那说说就是这样 而这故事的梁子呢 那通常就是一个人物线 一个人物线这么连下来的 为了故事更加丰满呢 所以就得刻画人物 有的时候啊 为了让故事啊 更精彩一些呀 还要加一些倒笔书 咱们呢 既然是按评书的方式讲历史啊 所以呢 咱们就得守这个评书的规矩 您放心 在咱们书馆里啊 当天拉点 当天出 当天倒笔 当天回 咱们绝对不会像啊 这个单天方单先生那样 哎 这徐良一失踪 回来以后啊 一讲为何失踪的故事 一讲就是半年 这我可不是包备人家老先生啊 人家那时大五白 可能在这个西河门里啊 哎 就是这么个规矩 这是人家独特的一种表演方式啊 咱们在这呢 也不过多的评论 那么咱们在这倒笔吗 哎 不该倒呢 咱们接着往下说 这刘早呢 就是啊 这书生义气 所以说一时想不开啊 才寻了短见 其实和他情况相同的 还有一个人 就是这个云南提督打起 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前呢 其实打起啊 也被调任了 只不过呢 新任云南提督李时胜啊 还没有到任 所以这云南一省啊 这会儿啊 所有的军务 还是由这打起 是统筹调度 那么这打起呢 自然呢 作为这个军事最高长官 也脱不了干系 这打起啊 被乾隆皇帝就地免职 留在军中效力 以后的书里边呢 咱们能提到他呀 也无非就是一句带过 因为在后文书当中啊 即便有这位打起出现 他也没有什么惊天的举动 做出巨大的贡献 那结局是什么呢 最后啊 这个打起军们呢 很不幸 病死军中 得了瘧疾了 这没办法 最后这大学之复衡 不也是死于瘧疾吗 谁让那会儿的 没有青梅素 也没有青浩素呢 总督一直总不能空缺呀 这个赏肝总督 杨应聚被调到云南 成了继任的云贵总督 要说呀 这柳枣啊 六十多了 这杨应聚呀 也快七十了 只比柳枣大 不比柳枣小 这到了云南之后 这杨应聚一看形势啊 哎 他觉得这柳枣啊 死的不值 现在明显 这形势啊 是一片大好 在局势好转的情况下 这皇上把你留在军前效力 只给你降了半格 那不是很明显 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就凭你一代红如流藻 如果留在军中 这前线啊 只要稍稍打了一点胜仗啊 那你这流藻官复原职 或者是调回京里入阁拜相 都是有可能的 你看你这一着急 拔刀自吻 尿去了 以后的好日子 你算是过不上了 得了 我杨应聚下山摘桃子吧 那这杨应聚 为什么这会儿这么有底气呢 因为这会儿的战场形势 它确实不错 那这会儿 普尔前线的清军 又是什么情况呢 各州府的援军呢 已然抵达了 参将彭雄楚 已经收复了猛龙猛魂 蒙浙地区 已经被这个 楚遥总兵华壁收复了 清军已经全面的收复了师弟 开始反攻了 这会儿啊 在前线带兵的统帅啊 是普尔镇总兵刘德成 这大军一致 摧枯拉朽 不但收复了所有的师弟 而且一鼓作气 就追到了缅甸境内 顺便呀 也收复了缅甸境内的猛根和整嵌两家吐司 这猛根吐司 你还记得吗 咱们书馆啊 前文书提到过 就是这个猛根吐司 才联合了缅甸 在乾隆三十年的七月攻进了普尔 围困了车里吐司的关战 要说呀 对待这种人 这杨勇军啊 就应该拿下之后 立刻开刀问斩 判你个助纣为虐 可是呢 杨勇军没有 他犹豫了 他犹豫什么呢 他呀 是对这块新奪得的国土犹豫了 并且呀 这身边还有小人窜的 谁窜的 开划府支府杨元镇 以杨元镇为首的一群地方官啊 就给这个总督出主意 您看呀 咱们现在拿下了孟根和整嵌 这可是为国家开疆拓土啊 这要是承报给皇上 把这片土地划到大清管辖范围之内 那我的总督大人 您了人家肯定就得轻使留名啊 那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 这杨勇军他犹豫什么 他犹豫什么 这大清啊 有明令 这边境上的地方都府啊 不能轻易的越过边境 侵占他国领土 未有朝廷明指啊 侵占他国领土 跟失掉我方领土是一个罪 这乾隆皇帝登基的时候就表示了 他国领土啊 我是一寸不占 祖宗留下之基业 我是一分 也不敢丢 这乾隆皇帝这番话呀 纯属扯淡 哎 他要是真这么做呢 那前半年咱们那些书啊 那就算没说 可是也不能细掰扯 因为犯忌讳 犯现在的忌讳 犯将来的忌讳 咱还不能瞎巴扯 胡说 那这片土地划归大清啊 那就得乾隆皇帝认可才行 于是 杨永俊就写了奏折给乾隆皇帝 大体意思跟皇上说呀 说咱们呀 这片土地也不用派兵守着 咱们给这个孟庚呢 和整倩两家土司封官 封大官 那封到多大呢 封他们为千总 为指挥室 看着呢 是比当地的武官啊 官职还高 可是不给实权 咱们在这个千总前边啊 加上外伪 在这个指挥室前边呢 加上土 也就是外伪千总土指挥室 明白人呢 一听就是虚弦 并且呀 每个土司官寨当中 所养的土司兵 咱们也要给他有限制 最多不能超过八百 这乾隆皇帝 看完了这奏折之后啊 他也不知道啊 这个应该是如何处置 所以说呢 从这一点上啊 也能看出啊 这乾隆皇帝 对缅甸当时的情况 完全不了解 民情国情全部清楚 所以稀里糊涂的 也就答应了 这皇上一给这个孟庚 和整倩土司 一封官不要紧了啊 这下子可招了大事了 这旁边啊 什么这个蒙勇啊 孟龙啊 一堆土司 都要求内父 并且大土司 清迈土司 都派出人来啊 要归降大清 实际上他们是真心的吗 他们当然不是真心的 他们无非啊 就是想利用大清 抵抗免亡 然后呢 谁的功夫也不交 那这杨居 一下子就膨胀了 他一看自己 很有成果嘛 所以说 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啊 是能封官就封官 能许诺就许诺 对归降来的土司啊 他倒是来着不惧 这一下子就引得一个人大怒了 谁呀 勉王 孟博 对喽 就是这个共亡王朝 第三代的勉王 拥挤牙的儿子 莽济爵的弟弟 孟博 其实啊 有很多人认为 这孟博啊 挺奇怪的 好别的 你非招这个大清朝干嘛呀 的确 在吴大战 执政这个云南时期啊 这确实在军事上啊 清军很懦弱 明显感觉到 这云南边境上的官员呢 非常的昏庸 可是这大清朝呢 他必定啊 是泱泱大国 这会儿的勉王 总不知为 还是夜郎自大吧 实际上啊 这孟博聪明之呢 他根本就不是夜郎自大 这孟博总是派兵过境西扰啊 实际上有两个原因 这两个原因呢 一个是外事啊 一个是内事 这外事外到什么程度啊 实际上这会儿的 共网王朝对外开战呢 真正的战争对象啊 是先罗 是老挝 实际上这孟更和这个整嵌地区啊 是这个勉军入侵老挝 以及攻打清脉的必经之路 这里啊 是缅甸东北部的战略要地 那这地儿反了 成了大清的国土了 那完了 直接掐断了 他进攻老挝清脉的进攻道路 并且呢 这两位吐司啊 在缅甸北部坦邦地区啊 有很高的话语权 一旦他们反了呀 那其他的小吐司肯定就跟着他们一踪啊 就投降大清了 这两家吐司啊 原来是勉王的人 经常啊 和这个勉王一起 几家和兵一处 进得云南境内啊 去抢劫我方吐司 这缅甸的吐司呢 是为了夺财飞己 这国王要钱要粮啊 那可是为了给这个老挝和这个仙罗的钱 所以这一地区啊 论外事原因 这勉王是绝对不能失去的 除此之外呀 还有一个内事原因 来了啊 咱们这个倒笔书可开始了 您一看进豆条啊 您也能明白 咱们这倒笔书啊 尝不了 那咱们这时间线得回到哪呢 咱们就得回到啊 这个东须王朝和共保王朝交替的时期 这共保王朝的太祖高皇帝啊 是雍吉亚 当时啊 可不是雍吉亚一支啊 起兵推翻东须王朝 那也可谓是缅甸的十八诸侯陶董卓 其中呢 这缅北和这雍吉亚一起作战的 就有这个穆邦 还有呢 这云南境内的耿马 孟定 镇康 孟廉 潘黎 等等等等 多家吐司 其中呢 比较强大的一支啊 就是贵家吐司 他们的首领啊 叫龚李燕 有人说呦 这名字挺好听的 哎 这姓龚叫李燕 但啊 实际上啊 贵家吐司这一部落啊 谁当了头人 谁就叫龚李燕 可是呢 到了这个乾隆二十三年的二月啊 雍吉亚当了勉王了 第一个站出来不服的 就是这个贵家吐司 龚李燕 这勉王呢 也认为啊 也认为啊 这贵家吐司 龚李燕呢 是个不稳定因素 于是啊 就派兵去争讨 到了乾隆二十五年的时候 这个 雍吉亚死了 这儿子 莽继绝继位 虽然呢 这勉王算是换了一茬了 可是 争讨这个龚李燕的战争啊 并没有结束 于是没办法 这龚李燕呢 只有带领了自己的部众 哎 三千南富顿入云南 孟莲吐司境内 那他为什么跑到这个云南 孟莲地区呢 是因为啊 他和这个孟莲吐司 刀派春呢 原来就交好就认识 他想啊 他自个大难临头之时 到自己好朋友这儿来避避难 寻求一下庇护 可是到了之后啊 他才发现 这刀派春呢 哎 绝对是一个势力小人 并且在这刀派春身上啊 可以凸显两个特点 那真正是势力是势力 小人是小人 那么说这个势力怎么讲呢 他和这龚李燕说了 说你来我这儿啊 我不能白保护你 哎 这么着 你给点钱吧 那这龚李燕呢 他寄人篱下 那只有问 那得给你多少钱呢 这刀派春说呢 这么着吧 既然大家都是朋友 我呢 当然不会狮子大开口 哎 咱们按户算 每户啊 我收你三两银子 你占便宜了 你看呢 这两三人的算是一户 可是啊 那二三十人的 也可能是一户 这样 咱们小户 两三个人的 收三两 这大户呢 二三十人的 也收三两 这龚李燕呢 在缅甸之时呢 可是一封雄主 他哪受过这窝囊气呀 于是啊 他就暗自思索 干脆呀 咱们这么着吧 我呀 先拿钱把你稳住了 然后我偷偷摸摸的 就联系着大清朝在云南的最高军政长官 等到我呀 把我这些不重的户籍落到中国地 我反过头来再对付你这个刀派春 于是啊 他就给这个刀派春交了一部分钱 让自己的妻子囊战 哎 您记住了 他的媳妇叫囊战 也有这个史书上翻译啊 叫囊战 多了一个提手旁 可是囊战多难听啊 咱还是叫囊战吧 就让这个囊战啊 带着一千七百人呢 就进了这个孟莲吐司的吐司城寨 那为什么只让这个一千七百人进城寨呢 因为只有那么多的钱 拿不出那么多的保护费 所以说呢 其他的人呢 只能在城外搭帐篷 安顿好了一部分部众啊 和这个自己的妻子之后 这宫礼宴呢 就开始着手联系当时的云贵总督吴达善 咱们说了 这整红旗人吴达善呢 那可是一个爱钱的主 这吴达善听说 怎么着 宫礼宴来头 他最初啊 是拒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耳目着 有这么一种传言 说这宫礼宴呢 以及他的这个贵家部落 那是前名后裔 当然了 不是皇室后裔 他是这个大将军的后裔 只不过后来的这贵家部落呀 常年的和当地的土人通婚 从这个模样上看呢 已然没有这个汉人的痕迹了 自吴三贵进的缅甸勒死了永利皇帝以后啊 这大清朝对这些南明后裔啊 就只有一个态度 那就是赶尽杀绝 所以说这会儿吴大善呢 听说这个宫礼宴来头啊 他第一个念头啊 是想啊 是不是弄死他更合适一些呢 可是他转眼一想啊 最后还是啊 这理性啊 战胜了冲动 他觉得在弄死之前啊 还是应该先敲诈敲诈他 那这会儿就有人说了 一个唠唠牌的吐司 连保护费都交不起 你还能敲诈出他什么来呀 哎 这吴大善呢 早就打听出来了 这个宫礼宴手里啊 可有一件宝贝 史书所在啊 这宫礼宴有七宝安 乃明氏至宝 为太监携取入冕 才落得贵家吐司手中 这七宝安呢 那可是大名皇家至宝 据说呀 这万历皇帝成过 哎 崇尊皇帝也成过 哎 要我说 这多不吉利啊 于是这吴大善呢 就把自己的意思 找人呢 传达给了宫礼宴 要想让我呀 给你这个布重啊 这几千人上户口 不是不行 你先把你们家的 传家宝七宝安 交出来 这宫礼宴一听就急了 我把你个狗方官呐 我这传家至宝 怎能倾与他人呢 那么他既然拒绝了 总督的敲诈勒索 那么给族人上户口 这件事情啊 也只能是不了了之了 咱们放下他不说呀 咱们再说他那媳妇 囊站 这囊站长什么模样呢 这囊站长什么模样 不知道 但是他必定有一想之美 郭德纲讲话呀 那是又狗狗又丢丢 咱们每个战争故事里呀 都会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妞 用到这个词 一打金穿沙楼奔的闺女扣 平丁大小合拙 伯克恶对的妻子热衣木 再加上咱们今天说的这个 宫礼宴的这位夫人囊站 都属于又狗狗又丢丢 这宫礼宴呢 带人去接洽的云贵总督 就把这个囊站留在了 孟连吐司刀派春的寨子 刚才呀 咱们说了这个刀派春呢 势力的一面 这会儿啊 咱们得说说他小人的一面了 他竟然动了色心 对宫礼宴这小媳妇 起了歹心了 他要霸占这个囊站 咱们把这话放着 咱们故事讲的是战争 这战争啊 通常都是男人的故事 这里边一旦出现了女人呢 这女人都不是好欺负的 没个儿是烦人 这囊站呢 也是如是 他就假意的答应了刀派春 就在新婚的这天夜里 这囊站呢 杀了刀派春全家三十多口 把这刀派春的脑袋呀 可就挂在了营寨的门口 一把火烧了孟廉城 带领了自己的亲随部众 可就逃回了缅甸 从此不知去向 那是不知去向吗 那当地的官员呢 和这个孟廉城里边的吐司们 他不知去向 可是我知道啊 那他去哪了呢 哎 这咱们得呀 等会再说 您不用着急啊 还是那句话 咱们既然拉点嘛 咱们就今日出今日入 这道笔书啊 不会给您拖到明天的 那他是跑了 这永昌之府啊 就把这宫里燕呢 和他的六个仆人给逮住了 这云南省的藩台大人呢 也就是不正史 叫姚永泰呀 还是个有良心的官 他说 孟廉之变 宫里燕并不知情 况且夫妻不睦 早已分居两地 今日留下宫里燕的性命 日后可谓免求为大敌 岂能替缅甸出此大仇 他的意思是说 这宫里燕呢 是个反缅人士 并且呀 有一定的号召力 为了能更好的牵制 缅王啊 也得把他留着 再有呢 杀刀败春的时候 这宫里燕呢 也没在那儿啊 这个夫妻二人呢 早就不合 分居两地了 这刀败春呢 他必定是能战杀的 所以跟这宫里燕呢 他没关系 那么说人家是两口子 夫妻不睦 早就分居两地了吗 实际不是 既然呢 这个翻台大人姚永泰 那有救这个宫里燕的心 那就得这么说 这翻台呀 是有意救这个宫里燕 可是这会儿 混蛋的来了 谁呀 涅台 也就是暗茶使 叫张坦林 他说呀 这贵家与这个勉囚 连绵打仗 实在乃是啊 桀骜不驯之人 应立刻处死 断不可留后患 这涅台和翻台呀 两家大人争执不下 那就只有找更大的官 来定夺此事了 那找谁呀 那只有治台大人 也就是总督决定了 这总督吴大善呢 这会儿正生气呢 好你个宫里燕 给脸不要脸呢 跟你要个七宝安 你竟然不给 怎么着 这回翻我手了吧 宰 一句话就把宫里燕和他的六个手下给杀了 杀了不要紧呢 竟然还下了外交召会 让一位使臣颠颠颠的跑到了勉王宫当中 交给了勉王 勉王打开一看呢 上边只有几个字 进宫里燕以扶术而等应 纪拿囊战以敬余孽 这会儿的勉王是谁呀 这会儿啊 就是第二任勉王 莽继绝 这莽继绝拿到这封信之后啊 前半句啊 他觉得挺高兴 哎 这个搅闹我两朝不安的 逆贼宫里燕呢 总算是死了 让这个笨蛋吴大善呢 替我除掉了这个眼中钉 不过这第二条 可就有点扯淡了 他用眼呢 盯着宋行的信使说 你知道这囊战是谁吗 这宋信的清朝信使说 是谁呀 是大清的杀人犯 是逆贼 这莽继绝说 呸 他现在是我的弟妹 是亲王孟伯的妻子 说着话 三把两把呀 就把吴大善这封信 撕碎的扔到了使者的脸上 你这啊 简直是对缅甸王室 公然的挑衅 这简直啊 是适合忍赎不可忍 你呀 回去等着开战吧 咱们都知道 没过多久啊 这莽继绝呀 享国三年 死了 没儿子 他这个弟弟 孟伯可就当了勉王 您想想 这会儿的囊战 他可就成了王妃了 他原本最初的时候 跟这个乾夫公里宴 感情就不错 这会儿他又成了 这缅甸异国的王妃 他能不穿在他的爷们 替乾夫哥报仇吗 所以入侵清朝的枕边风啊 是天天的在勉王孟伯的耳朵边上吹呀吹 这就是这孟伯呀下定决心要入侵大清的内侍原因 有了这内外两个原因呢 所以这清缅之间的战争还要继续 打下去